上期我们说到听到了有人被击中了 莱塞特和史诺恩赶紧拿出了一个医药箱 迅速跑到了使馆通讯部门 附近有一个后楼梯 这个是直通屋顶的 到了屋顶以后 一看一帮使馆的人员已经跪在一个20岁金发下士 史蒂芬克劳利的身体边上 这个小伙子特别喜欢国际象棋 而且也是一个越野那种长跑的运动员 他是两年前加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米勒就赶紧用一个胶盒板 作为一个临时的单架 然后大家蹲下身子 因为要躲开那个头上嗖嗖过的那个子弹 把这个克劳利呢抬到了这个胶板上 然后呢奔着这个楼梯跑 中情局的这俩人啊 就一个人扶着这个克劳利的头 完了呢 他们呢也同时啊 想看看伤口是否可能会有危险 结果确定呢 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 如果说啊 那个时候能够及时的出使馆 送到医院里可能还是有救的 可是他们出不去 所以呢 只能奔着那个使馆三楼啊 有一个安全屋 然后就赶紧给这个华盛顿和中情部的总部啊 发这个电报 按照这个美国啊 他制定的这个紧急措施 应急措施 遇到这种情况啊 所有的使馆的人都要把自己锁在这个安全屋的屋子里 因为这个门呢 是通过这个钢筋加固的一种门 然后呢 要等待什么呢 等待巴基斯坦那边 警察呀 或者是军队来帮忙 可是那天啊 已经是下午1点左右了 骚乱啊 已经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可是巴基斯坦的增援部队 还没来 可是他们觉得呢 应该快来了 其实啊 那个警察啊 和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啊 离他们其实很近 所以呢 一直就关于这件事啊 美国对巴基斯坦 一直就深度怀疑 就是你就是暗中支持的 而那个贾马特大学啊 我们再讲一讲 它是一个离这个使馆啊 一点都不远 也就三里地的一个珊瑚里 这个入口处啊 有一个四角拱门 完了呢 这个四角拱门呢 旁边就是这个一大片啊 就是那种低矮的宿舍 还有一些教室啊 和这个小清真寺 伊斯兰堡啊 一直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 一直是一个非常 交通非常好的 它因为这个 有个规划 它都是按照几何网络啊 布局的 跟巴基斯坦其他的城市和地区 完全不同 因为其他城市 那简直就是胡搭乱建的啊 完全不一样 这个伊斯兰堡啊 是当时一个希腊的建筑师 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建筑家啊 一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联合设计 设计的这么一个首都 应该说 以这个白色为主调 也体现这个现代感 也体现了就是 觉得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开始崛起了 我们步入了新的时代 这个阿扎姆大学啊 应该是 我们应该叫 现在我叫他奎德比较好吧 阿扎姆也行 加加加加扎姆也行啊 它其实应该算 与世隔绝 它是以巴基斯坦那个开国元勋 珍娜亲自给命名的 在这里啊 风景特别好 又干燥 垂阳柳啊 树荫啊 都特别的丰富 在这树荫架 慢着步啊 离这个 使馆区啊 不是 离这个 这块啊 商店啊 和这个餐馆啊 其实 挺远的 所以在这儿啊 它算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地方 七十年代啊 你还能在这儿看到 很多很多的西方的那种文化 比如说你在这儿可以看到 女生可以穿那种蓝色的牛仔裤啊 男生都戴着那个最新潮的太阳镜啊 穿着皮夹克啊 你在这儿啊 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巴基斯坦在这儿 其实挺开放的呀 跟这个国际潮流一点都不落后啊 你从这儿呢 也能看出啊 因为巴基斯坦啊 他主要的民族是旁者普人 这些人呢 你也能看得出来啊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相当开放的 其实你要跟巴基斯坦 你要跟什么阿富汗啊 什么沙特比啊 那肯定要开放的多 所以你能知道啊 就是在这之前 其实伊斯兰教没有那么极端 那后边啊 我们就要讲到这 我说了啊 就是这沙特 这出去出去 你们上外边折腾去 当然埃及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马赫迪 他出的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儿啊 其实你也能看到 什么挂着霓虹灯的酒店啦 玩了那个周围啊 也有明亮照亮的那个办公室 婚礼啊 也都是在特别开放的 那个音乐和舞蹈中啊 一直能持续到通宵 虽然说啊 种族组合完全不同 但是你在沿海 这比如说卡拉奇那儿啊 那社会风气就比伊斯坦布尔 还要世俗化 应该说在巴基斯坦的商业精英中 世俗化是非常普遍的 可是就是在这个七十年代 一股伊斯兰教的力量开始在这个大学里边崛起 在这个79年啊 这个大学有一个叫伊斯兰大会的 这就是一个保守的一个学生会吧 这时候这个学生会啊 以前是一个分支 现在已经控制了这个整个大学的学生会了 虽然说啊 这些什么世俗的这些学生啊 教授啊和老师啊 应该说是占大多数的 可是这种极端的这帮人啊 他们就开始恐吓那些大多数人 羞辱那些有着西方风格呀 或者是拒绝戴面纱的妇女 所以你说啊 文明战胜野蛮吗 不对 野蛮往往会战胜文明的 因为文明嘛 它要有很多的约束 而野蛮是没有约束的 跟那些啊 年长的政治人物差不多 这帮学生啊 也是要通过用这种伊斯兰的 这种严厉的法律 他们认为呢 我们应该对巴基斯坦的社会 进行道德改造 同时呢 他们也宣布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巴基斯坦 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政府 这个党啊 是由一个著名的伊斯兰的激进的一个作家 马杜迪 看见没有 这疯狂的啊 这马杜迪 他是1941年创立的这个党 当时啊 他是主张呢 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的这个政治啊 就得用像列宁主义的那种革命方式 暴力 20年代末啊 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叫 伊斯兰的圣战 尽管啊 号召大家拿起武器 但这个运动啊 还主要只是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边缘的地方 稍微的啊 来点儿那个声音 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 尤其在选举中啊 拿不到什么选票 主要是当时啊 巴基斯坦还处于军队的统治下了 几周前啊 也就是79年的9月 这马杜迪死了 他呢 建立的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梦想啊 并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实现 但是呢 没想到 他的影响力 这时候却达到了新的高峰 现在他的追随者啊 就开始到处在游行 而且啊 这个你要归宿的话 其实原因既有当地的 也有全球的原因 由于长期以来啊 这个波斯湾这块啊 呃 他这个在 伊斯兰这个世界里啊 因为这个石油美元啊 突然一下膨胀 也就是说呢 像这种的 这个输出国啊 就石油输出国 当时不是因为 呃 想把这个石油啊 这个价格给弄起来 完了呢 弄起来呢 他们搞了个不是欧佩克吗 结果全球啊 就开始抵制嘛 这一抵制呢 反而让这些 这个石油输出国 就觉得呢 我要开始大量的输出 我的这个传教 当然他为什么呢 因为有财政的支持 他有钱的 这当时愤怒的美国人啊 一点都不知道 他们在这一美元一美元的加了这个汽油啊 结果呢 这种财富就不断的流向了像这样的国家的国库 沙特啊 是一个王室 再加上一个保守 又半独立的一个宗教 宗教职员员员啊 组成的一个非常不稳定 也不牢固的一个联盟 就是说 大家啊 就是商量好 哎 就你们家族 就是沙特王族啊 这王室你们家来来管 可是啊 其实 因为那时候沙特那不得还打得一塌糊涂吗 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强的那个 所以到后来啊 沙特就什么呀 我给你钱 你们大家啊 别动 我来管这个国家 由我由我这个家族来管 后来呢 那不是神职人员就老闹腾吗 这个这帮神职人员啊 他们就一直遵守的是一个 非常不同寻常 就是跟别的那个 伊斯兰教育完全不同的清关节律 大家后来就管他叫瓦哈比 这个瓦哈比啊 就是以他的这个创始人命名的 就这个红的啊 你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组合了吗 哎 这就是这几个组成的沙特 所以他这个沙特其实是一个联盟 这也是为什么啊 到现在了 这个叫什么 现在的那个 嗯 国王啊 他也在平衡啊 平衡啊 因为底下后来不是还好 好多王子啊 都会扣在那儿吗 他没法捕那么弄 他镇不住 要不然就 这瓦哈比啊 是18世纪的沙漠传教士 一直啊 就是觉得就是凡是现代的呀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什么装饰啊 图像啊 都是对这个教义的卸主 而且坚持啊 用于那种非常严厉的 其实跟那个普遍那时候啊 全球已经是很普遍的那种伊斯兰的文明啊 包括艺术 包括文化传统啊 其实是非常对立的一种教义 可是他现在呢 他一夜之间他用钱了 他就成了在伊斯兰教里边啊 最富裕的一个信仰的 这时候沙特呀 各种的就是因为让这些人 你们就有钱没事干 完了呢 就组织了各种的慈善机构啊 还有宗教的传教组织 干嘛呀 就开始硬简直数以千万计 我觉得都千万计都已经少说了啊 上亿了 可兰经 全世界的往外散 另外呢 就是资助 全世界各地 你们建清真寺 我出钱 后来咱们这甘肃宁夏 呼噜呼噜的怎么起来的呀 从不光咱们这儿啊 就全世界都这样 东南亚呀 什么的啊 全都有 就就台湾什么的 菲律宾全都有 在这儿啊 他们也努力的去找 跟他们比较志同道合的 一些保守派的伊斯兰团体 另外呢 就是输出瓦哈比主义 资助那儿的那个 比较激进的吧 或者说比较原教旨主义的 信条教育 那在巴基斯坦啊 这清真寺就成了他们一个天然的热情的伙伴 而且呢 那就算一个基地了 不能说什么 我告诉你 清真寺就是这个 应该说啊 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基地 他又是学校 又是一个传教的地方 所以呢 你像这个普遍啊 你能发现就是信伊斯兰教的人啊 他文化水平 就是普基层的啊 都文化水平不高 他上学很多啊 上不起 但是呢 清真寺是什么 我不要钱 你来 我教你的孩子 还有好多就是什么呀 我要上班啊 我要工作呀 我没时间看孩子 那这清真寺呢 就是他 我给你组织的这些孩子啊 我可以把白天的时间 你这些孩子都归我管 我还不要你钱 当然也有地方 你比如像花旱啊 他们很多呢 就是收这个十一岁 就有点像十一岁啊 就是按一种比例 你的一年的收入里啊 你教我一点 我来帮你带孩子 那你想啊 所以你要我觉得啊 要改变这个伊斯兰的 他这种被某种激进的 控制住的清真寺啊 那你就得从这个普遍教育 或者说你能解救这个 人家这些贫困的人啊 他们的孩子教育和上学问题 这个确实是挺主要的 所以啊 有时候啊 我们被谴责 我觉得啊 比如说让孩子啊 我们也是学校里边 那县长爬山涉水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 那真的是 就是走那隧道啊 什么的啊 走那个攀岩呢 因为他就一个铁锁 通到那去 真的是就动员 动员那的孩子 上学校来吧 我们来给你包吃包住 什么的啊 因为太远了嘛 那块没有学校 真的那县长啊 我看着也挺感人的 可是呢 你也有的人呢 就指责说 啊你这就属于 剥夺人家的亲子 呃什么的 就是让人家父母 呃跟孩子分离 可是你在那么深山的地方 他接受不到教育 那这种教育 那可不就是只能够 集中在某一个地方 完了呢 尤其政府是 免费的呀 所以啊 你要从什么角度来讲 有些啊 我觉得就是 现在的很多白左啊 老说 哎呀 你把这个传统的文化呀 当地的文化啊 呃给剥夺了 他们是干嘛 他他们过的是特别舒服的 那种呃 现代生活 完了他要求人家呢 保持原始社会的生活 你认为对吗 他认为那是保护文化呢 那人家也有享受 现代生活 和现代文明的 和知识的权利嘛 所以你要说啊 其实你要看 看各种历史 在过去 也有很多的那些土著的人 是拒绝让自己的孩子 去学习的 当时呃 那些比如说 当时的这个 不能算白左的祖先吧 也起码是当时的 那个政府 真的是强惑 你敢不让你的孩子上学 我就把你的父母关起来 那你说 那个时候的 这个政府 就不对了 所以我觉得啊 就这种双标啊 或者什么的 完全都是政治操控 你越看历史啊 就觉得啊 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而你必须真的是要 呃 救世论史 或者说 在历史大环境中啊 或者历史长河中 看某些东西 这个 这个 毛杜迪 他的那本书啊 虽然说 比这个沙特那种啊 国内的那种啊 更繁体制 但是呢 沙特那帮神职人员啊 确实在这个 想 在他的国内 甚至在全球啊 他们要寻求更多的 这个符合伊斯兰道德的 一种东西 甚至呢 他们要搞社会变革 那这个因为有钱呢 他的影响力 那就必然非常大 七十年代末啊 由于左派的这帮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啊 确实是太腐败了 再加上啊 管理上 因为他有钱了 他也沉醉在其中了 所以他管理上 真的是非常失败 所以这也导致了 年轻的这个民众 就觉得呢 我们应该是不是 来一次新一轮的 政治清洗啊 所以这个激进的 伊斯兰的这些党派啊 就开始在整个 穆斯林世界 开始宣传自己了 各种秘密的 非正式的 各种跨国的啊 尤其那个著名的 穆斯林兄弟会啊 就在这个全球开始争夺当地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这个大学校园里 哎 因为这个很多啊 觉得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权力没有 这帮举的这个 伊斯兰教的人啊 统治着我们的国家 腐败成这样 应该说 开罗安曼吉隆坡 所有激进的伊斯兰学生组织都开始出现了 争夺当地影响力的这个浪潮 当年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大环境 霍梅尼回到了伊朗的 而且啊 非常成功的 就 哎呦 把这个美国当时支持的啊 这个信条啊 让许多保守的迅尼派 特别是沙特的迅尼派啊 其实是不齿的 但是呢 他的成功 却鼓舞了全球各个派别的穆斯林 这时候他们显得无比的团结 79年的11月5日 伊朗的学生就冲进了美国的那个 驻德黑兰的大使馆了 还抓了使馆的所有人作为人质 那第二天啊 也就是在巴基斯坦这边的伊斯兰堡这 那个使馆区 当地的这个伊朗人 先在自己的这个大使馆那啊 就挂了一个那个谴责美国的 具有非常挑衅性的一个代表语 就是呼吁呢 要发动一场反对超级大国的 全球的伊斯兰革命 那这儿的那个大学的 那个贾马特的那帮学生领袖 那绝对就是最热情的 积极响应者 尽管啊 这个学生会 或者说这个党派的 老一辈的那帮领导人啊 一直是把他们的愤怒啊 是集中的冲着印度去的 因为过去的那个历史里边 这暴力冲突啊什么的啊 这个愤怒 你冲着印度是很容易拉起一帮拥护者的 但是现在这帮新的一帮领导人发现了 印度算个屁啊 我们要找一个最大的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还挺远 美国 即使是啊 在当时校园里边最世俗的那帮左派的学生 也开始谴责美国 所以啊 你知道啊 这个凡是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或拢起一帮这个信徒和追随者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外边树立一个敌人 这方法是最简单的 那另外还一个主要原因啊 就是这个学生会的这帮领导人啊 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 这就是当时巴基斯坦新上任的军事独裁者 齐亚哈克 这个齐亚哈克是1977年7月 从那个社会主义的那个政治家 阿里布托 也就是后来那个齐尔布托 那个父亲 从他手中夺取的政权 尽管当时啊 那时候还是卡特呢 那个美国总统 全世界的领导人啊 全都呼吁 哎呀 宽大啊 差都善待点 你都占了全了吗 这个齐亚还是在79年4月 把这阿里布托给送上了绞刑架 在这个同一时期啊 其实美国的情报专家 已经开始提醒了 说巴基斯坦啊 我们发现他已经开始玩核武器了 这齐亚呢 直接啊 还把这选举就给取消了 我也不选了 这时候啊 为了平息国内的这个抗议的浪潮 那因为这个在海外 因为你搞的这个军事政变 你再加上杀人啊 你过去啊 像这种地方都很少会这个 尤其在南亚 他不至于那么你死我活 可是呢 像这种啊 他就是在巴基斯坦 永远是这民族问题 或者是执政问题啊 都给你上升到这个你死我活 他在国内也摇摇一坠 海外也受冷落 于是他就想啊 我怎么能够把这个人都团结到我这身上呢 哎 这宗教好啊 于是他就开始狂热的宣扬这个宗教 而且呢 他给加持 给那个加马特那帮学生领袖加持 加强他们这帮人的影响力 其实呢 就等于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基层 建立了一个支持他的政治基础 随后啊 那肯定的就是沙特那边也是就是 各个还有那些海湾的酋长国啊 光光的开始扔钱 这加马特这个学生组织啊 很快就成了巴基斯坦 还有什么阿富汗啊 什么科什米尔啊 这帮里边的伊斯兰主义的先锋了 79年啊 齐亚宣布说 我打算在巴基斯坦 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秩序的国家 早些时候啊 他已经批准了一个 当时就是比较严厉的伊斯兰教的惩罚措施 比如说小偷我就给你砍了手啊 通奸者你要遭到鞭打 当然这些措施啊很大程度上啊 没怎么得到执行 就象征性的 但是它的这个标志性很重要 你能看得出就是巴基斯坦的政治 正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 或者说更暴力的方向发展了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主要啊 齐亚当时呢 是为了保护自己啊 就是我不选举的这个副作用 他呢就直接就说 我们伊斯兰教里啊 就没有选举那么一套 那是西方的东西 而贾马特的这帮学生领导人呢 就为齐亚护航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